上星期五東部時間下午2點至3點 多方就仇恨犯罪召開Zoom記者會 會議上主持人Sunita Sourabji與多人連線溝通 討論仇恨犯罪為何難以起訴 以及為何很少仇恨事件被定罪 簡報會上一名案件受害人家屬Montanis播放了事發時的視頻 2021年她84歲的父親正在三藩市散步 突然被一名男子撞倒在地 兩日後不幸離世 地方檢察官辦公室沒有將仇恨犯罪指控 添加在案件中 稱無證據能夠證明是仇恨犯罪 另一名案件受害人Kunny是一名酒保 事發時有兩人想入酒吧打桌球並喝酒 但被Kunny以酒吧要關門為由拒絕 兩人對Kunny進行帶有歧視的語言攻擊並噴胡椒水 事發後檢察官稱沒有在視頻中聽到歧視語言 沒有將其歸為仇恨犯罪 Santa Clara院副區檢察官Aaron West在會議上表示 想要起訴仇恨犯罪的前提是 案件是否展示出歧視或偏見 且偏見或歧視是否是導致案件發生的原因 想要證明嫌人當時有偏見的想法往往很困難 需要實際的物證或人證 停止亞太裔仇恨聯合創始人Manduja Kulkarni表示 根據加州審計長法部的報告 出現仇恨犯罪定罪困難有多個因素 包括執法部門未能正確識別仇恨犯罪 以及未向司法部報告等 根據加州總檢察長白公室的數據 2023年加州執法機構共報告了 1,978宗仇恨犯罪案件 但只有5宗進入審判階段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